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诞节的第二天 皮阿里斯特教堂有师从和众听信徒者集满 12月26日的节日弥撒专门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而举办 信徒者的多数是社区的数十年成员 在圣诞节的第二天 教堂庆祝第一名列是圣医师王 埃斯特公墓布达佩斯主教为听力障碍的信徒者举办的弥撒上进行了相关的纪念 埃德彼得表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的罪过 需要开始新的生活 并需要作为耶稣的跟随者 完成人生的道路 主教认为通过帮助他人和爱护同胞才可以见证耶稣 有时候也会出现另一种情况 就是获得帮助的人将来会成为其他人的耶稣传达信息的工具 埃德彼得表示 在此同时我们需要询问自己如何可以见证爱 如何可以通过自己的状况为其他人带来和平快乐和付出 农业部正在八个非洲国家建立样本农场 以加强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性 并因此加强人口留在当地发展 这项援助还为匈牙利专家提供了在当地气候条件下测试匈牙利种子 并开发具有竞争力的耐旱品种的机会 气候专家石泰伊尔·约瑟夫展示了在一个摩洛哥的种植园中大树树干的出土部分 这位专家已经与其同事从五年前起就开始研究非洲国家的干旱 为使用地区的再利用 石泰伊尔·约瑟夫表示 当地人为来自国外的 包括非常受信任的匈牙利知识库而感到十分高兴 因为匈牙利人没有被视为殖民者 农业部正在通过示范农场协助非洲农业 在涉及非洲大陆八个国家的计划中 匈牙利专业人员将知识、材料和技术传授给本地专业人员 该援助还提供了一个机会 可以在该国的气候条件下测试匈牙利的种子 并开发出具有竞争力的耐旱品种 第一批示范农场位于加纳和肯尼亚 实验从1月份开始 共有15种植物的种子 农业部长脑吉伊斯特万向M1电台表示 匈牙利提供的协助能够加强非洲的经济和稳定 并且还能够加强民族保留的能力 政府还向非洲学生提供针对农业专业人士的 本地培训和奖学金 到目前为止 来自16个国家的300名学生 已经能够在匈牙利农业大学学习 该计划在非洲学生中越来越受欢迎 今年有数千人申请了匈牙利奖学金 一对年轻的民间艺术家夫妇 在乔布伦待客建立手工艺工作室 这位年轻女子通过玉米液编织各类器具和装饰品 孩子们是工作室的常客 她不仅仅是制作 还传授给孩子们一本手艺 她的使命就是传达宝贵的匈牙利民间文化 加诺特卡玛利在铁门展现其色彩缤纷的绘画作品 所有人都在这些大门前拍照纪念 自拍照也启发了艺术家 他在更多的门和墙壁上 创作更多传统和抽象的作品 还参加了包摇的圣诞节集市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